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今天做的就是效果特别好 感觉这个肩部啊 这个动作全部能跟得上了 而且会把那个戴老师讲的那些要点全刻在脑子里面 就这样过了一遍 真的特别舒服 昨天别看在节目上我们就做了很简单的一些工作 但是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哇 是腰酸背痛的 而且今天早晨我复习的时候啊 我跟我妈好好说了说 哎 我妈不嫌弃我了 我们已经约定啊 从明天早晨开始 七点钟我起床 我就叫上他一块来做这个发断节 那今天呢还要教给大家 剩下的四个动作的一些精髓 那我们还是请到了来自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戴金刚副研究员 您好 戴老师欢迎您 您好 戴老师好 欢迎戴老师 有您了 昨天戴老师教给大家了四个动作 对 我们纠正了四个动作的要领 就是这个口诀 古人称之为密而不传之术 没有老师的话还自己琢磨不出来 今天我们要讲的后边这四个动作也是 可以说后边这四个动作是直接就到了高潮 加上一个这个收工的一个阶段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摇头摆尾去心火 两手攀足固肾腰 那人体的心肾肝的这种锻炼 都在这后四个动作里面 对 如果我们仅仅就是一个简单的模仿 可能学到的都是假把式 但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戴老师用自己多年 这个研习八段锦的心得 把这些化为了具体的一些方法 教给了大家 其实这个就是练习八段锦的法门所在 那今天还有更多的法门要教给大家 咱们就先从第五个动作开始说起 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这个动作心好像跟这个神明 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的精神头比较密切 但跟正气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说心它在五行属火 木火土金水它是一个火葬 它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上火 这个我们在家待久了 或者是什么平时遇见点事 看孩子不顺眼 或者是同事稍微有点摩擦 这火容易起来 就上的是心火 对 上的是心火 那么心火上起来的时候 上面的火就会多 上面的火一多 就会把上面的我们的金叶 还有正气都会耗散掉 比如说出现口干 眼干 就是你的上面的这个正气 就是不足了 那么渗在下面 它属于水 如果是这个火往上走的多 那往下走的就少了 火少了以后 下面就开始摇膝酸软 水肿 然后或者是这个 一些下肢的一些怕冷 这样的一些表现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 摇头摆尾去心火 就是要想办法 让往上冒的心火呢 向下 把心气下降 让它往下走到这个腹部 来温暖我们的肾水 其实这个动作的名字挺好玩的 叫摇头摆尾 听起来是挺活泼的 是 那我相信这么活泼的动作 王毅做起来 应该是做得比较合适的 咱们来看看 提前做好了功课的王毅 这个动作做得怎么样 典型的摇头晃脑去心火 心火去不去我不知道 反正我快给晃晕了 大老师您看呢 这个动作做得到位吗 王毅呢练得很熟 但是呢 最为关键的一个点呢 他没有把握好 怎么才能把这个心火去掉呢 如果我们这样 攻着背来练 心火下不去 都堵在这儿了 反而会摇头摆尾 上了心火 这也是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很多人为什么说 这个动作很难 练练也觉得 越练越烦 越练越觉得这个火下不去 是因为不得其要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看我们身体呢 向上然后侧倾以后 俯身 俯身这个地方很关键 收下巴 顶百慧 这个时候 这也是百慧上顶 但就是不是往天上顶 是往你身体的这个远方 往前顶 然后这个时候上身呢 跟地面接近平行 然后重心一开始 就是压在这个右脚上 然后在向左画弧旋转的时候 就好像你个嘴里 叼着一个大毛笔 然后顺势就画一个很大的弧 然后把身体呢 就整体地画过来 然后这样的时候 它动到的就是我们的腰 然后这个时候再摇头还原 如果练得熟练的要求 就是上身是一个弓形 是一个反弓形 而不是正着的一个弓形 所以刚刚王毅在做的过程当中 好像这个背就没有完全打直 这样就起不到去心火的作用 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我看您在起身的时候 这个头摆的幅度还是挺大的 但刚刚王毅做的时候 只看见他在起身 但是头好像没有起来 这个头一定要配合上吗 头的运动 从这开始 头是没有什么运动的 它是平的 平的转过来 对 然后眼睛呢 这个时候转过来以后 眼睛看右脚的脚跟 然后再转的时候 就开始转头了 头来带着 对对对 您做得还挺好 带着然后向左 然后向后还原 为什么摇头啊 因为你这头 如果你一直往上顶的话 那气血就一直往上走 所以当你摇头的时候 实际上是给它 把往上的那个劲儿 给它卸掉 让它有一种 往下缓缓地下落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摇头摆尾去心火 怎样把正气补上来 就是把上面的心火 你看就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对腰宽的这种锻炼 然后让人体的气血就往下集中 然后通过摇头 又把上面的这个火 还有气血要降下来 这里面全都是小窍门 还真的得掌握到这个精髓 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彻底做到位了 心火才能真的降下来 浮正气啊 王毅我看刚才你做得挺认真的 这次你按照就是 戴老师教的这个正确的方法 做完之后 你感觉到跟你之前的摇头晃脑 有什么不一样吗 之前理解错了 一说摇头摆尾嘛 就是脑袋得摇起来 摇得越使劲 头越晕 做完了以后头是晕的 原来你也晕呀 我以为只是我看着晕的 这个腰板要彻底峰直 就是跟地面平行之后 头真的就不晕了 头就不晕了 看来你之前做的就是摇头晃脑 这次才真正学得了 摇头摆尾去心火的方法 那我们跟着戴老师来完整地做一遍 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的标准做法 手下按轻轻地伏按在大腿内侧 然后一 重心向上升起 二 向右侧倾 三 俯身 眼睛看着右脚 四 就是刚才讲的要领 大毛笔 写字 画弧 眼睛还看右脚 脚跟 略停 然后摇头 还原 反方向 起 向左 侧倾 俯身 画弧 眼睛看左脚 摇头 摇头 还原 两手侧起 向上 然后缓缓地下按 下按于肚脐前 这也是外导内行 把心火引下来 引到我们的腹部来温暖渗水 其实这个眼波是稍微有点凉 我今天录像的时候 原本是在腰上贴了一个暖宝的 但是说实话贴完之后 都没有感觉到腰热起来 但是做完刚刚的这个摇头摆尾 去心火 别看就是这么简单的 往左摇 往右摇 两下子 我现在真的感觉到 腰都已经热起来了 是吧 所以这个动作真的要是坐到位的话 效果太神奇了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叫 两手攀足 顾肾腰 这个动作好像要说到顾肾和腰的话 大家开始这个精神头都打起来了 那要想保护好肾的话 也能够帮我们提升正气 对吧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要想保护好肾的话 也能够帮我们提升正气 对吧 对 特别是这个动作 两手攀足 就是我们两手攀足 然后手向远伸起来 这动作对我们人体是一个 很大幅度的这个曲 先弯曲 再一个很大幅度的伸 那古人说 知屈伸之法 为之导引 特别是这个动作 它称到的是哪呢 它称到的是整个的我们的后背 加上腿的后侧 就是膀胱经的这个位置 然后也是我们的这个督脉 还有我们的腰部 因为腰为肾之腹 我们通过对这个膀胱经 然后对督脉 对腰部的拉伸 就能很好的就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的锻炼 就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正气 提升肾脏的这个能量 是 那我们在今天呢 也找到了一位热心的观众 他平常的演练八段锦 来看看他做这个动作 做的怎么样 小林和王毅也来看一看 八段锦 第六事 两手盘足固肾腰 这个动作我根本完成不了 因为要下腰啊 我下不去 这腰太硬了 所以刚才大姐 哗一下就下去了 我觉得她那个锻炼的效果 应该会很好 我们总觉得这个阿姨 做的真的是挺好的 至少比很多男士 做的更到位一些 尤其是她下腰都能下得去 挺到不起的了 对 还是有基础的阿姨 但是呢 为了让我们能够练得更好 其实她有两个问题呢 可以做得更标准一些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手向上 下去了是 下去了这是第一步 向上起的时候是更为重要的 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这样起来 然后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有问题吗 不就是这么起吗 但是应该是怎么样呢 你看手要往远伸 再往伸 手再伸 伸到胳膊和上伸平了以后 用手指指尖把身体带起来 那才能撑到我们的腰 是用远端带动身体呢 缓缓地起来 这才叫攀足 攀足了以后还要撑腰 这才能起到 就是让你的腰肾得到锻炼的作用 能往下摸到地已经很不错了 那起的时候 这还得平直 这不太可能做得到 我都做不到 戴老师 对 做不到为什么办 对 如果做不到 那就是你也得有这种感觉 就是并不是说练的 就是从动作外形上 非得跟哪个老师练的一样 那才叫标准 就是如果说 您可以就是伸到这儿 但是您就伸到这儿了 就起 那就不对 但如果您只能伸到这儿 那你这样的话 也可以用手指指尖 带动身体起来 就是最起码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是手指往前 伸的意识 然后用伸的伸长的这种力量 带动整个的上半身再起来 对 这个要令呢 很多人就是不太容易掌握 后来我在不断地 就是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也想了一个办法 帮助大家来体会这个动作 这就是法门 把这个动作呢 反着练 怎么反着练 就可以先把手向上伸 手向上伸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做到 就是指尖是向上用力拉伸的 然后你反过来走 往下走 你这个时候手一直是用着劲的 一直到你手能伸到的点 这是一直用劲的 对 用到这儿了以后再保持这个状态和感觉 再反过来走 指尖往远 往上走 起 零了 管用管用这招 你练完以后 脸上更红润了 这个真的管用 就是如果像一开始 我们按照就是正常的顺序 这么起的话 你看我一到这儿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完全打不直 所以我就肯定是要使劲带着胳膊往前走 但是按照刚才您说的 就是反向来找这种感觉 到这儿我都可以 你看 对 然后再起 就起来了 对对对 特别膀胱经上有我们身体里的 这个五脏六腑的疏血 等于说你这样 这一串一练的话 也是对五脏六腑的一个整体的锻炼 那五脏六腑整体锻炼好了以后 肾者煮水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这个藏 它才能藏到肾里面 说实话 就是刚刚我按照您的这个动作做完 跟我以前的这个动作相比较 我以前做完之后 只觉得腰这一块酸 因为一直是腰在使劲 但是刚刚做完之后 我就感觉到这两六都有感觉了 就是得到了充分的撑拉 这个很了不起 这个动作 第二个这个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磨蕴 这叫反穿 反穿 磨蕴 就这个时候手要有点力量 就像按摩一样 顺着膀胱筋这么往下走 然后再接刚才的这个动作 如果说就像你刚才阿姨那样 刷一下就下去了 对皮肤肌肉都没什么影响 所以也就是动作看起来是做到了 但是作用打折扣了 实际上应该是 你看我们从这开始 手按下来以后 反穿 从腋下反穿过去 反穿过去以后 我们不就正好顺势就按到膀胱筋了 然后如果能往上按一点 就往上按一点 按不了 那就从腰开始也是可以的 先按 按住以后缓缓地向下推 这就推到了 胃书 匹书 顺着往下走 这个肾书都推到了 然后再往下走 就顺着这个膀胱筋 在腿的后侧 缓缓地向下 就手真的得摸 真的得使劲推才行 对吗 对 使点劲 它也有能起到一个按摩的 这样的一个调力的作用 就是刷一下下去是错了 好 那这样 王爷 你刚刚就是按照这个戴老师做的 一个是把这个手臂要抬起来 再加上手要摸着腰摸着膀胱筋 做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吗 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小季说的 一定要掌握这个戴博士说的这个法门 因为以前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 我下不去 我腰下不去 然后就使劲 我这腿就越绷越紧 然后手也一直撑着 就使劲 但是按照刚才这个方法做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是腰部的运动 而且要按摩这个后面的 这些穴位和经络 所以就是 我之前跑偏了嘛 对吧 今天这个升级班很重要 腰不疼了 腿也不疼了 看了很小没那么神奇 但是觉得很舒服 就是我之前觉得 我每次都是就是 过一个样子而已 就认为这个动作就应该这样做 从来就没有说按摩过这些穴位 今天真的是做到位了 大家确实感觉到 如果动作做到位的话 好像每一个细节 都在发挥它充分的作用 这才是八段井的精髓所在 这就是经典的动作 它的为什么能流传这么长时间 然后流传那么广泛 这是它的奥秘所在的地方 那我们跟着戴老师呢 把这个两手攀足 固顺腰来完整地做一遍 手前身 起 手下岸至胸前 反穿 磨运 攀足 略停 手前身 手指指尖向远伸 带动上身 缓缓地起来 好 重复一下 下岸 反穿 反穿 然后磨运 顺着膀胱筋 疏通人体的膀胱筋 前身 要感觉到手的力量 已经拉到了后背 拉到了腰部 然后起 好 放松 小林 你做完之后 出汗了吗 出汗 我觉得还喘 就真的是用上劲了 对不对 对 而且感觉这个手臂 都开始有这个血流 在往下冲 王毅做完之后 我发现王毅脸色 都开始有改变了 按照正确的方法 做完之后 我真的是 刚才在做的时候 我已经完全没有再考虑 说我这腰能不能下去了 就脑子里头 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 就整个完全是在 按摩后面的 经络 穴位 然后现在这个腰部 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我觉得暖暖的 我觉得今天 我才开始补到我的肾气 这个才终于掌握了 这个动作的精髓 以前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只感觉到腿部是得到了沉拉的 但是今天按照您的这个动作 指导之后再去体会 明显感觉到不光是腿 包括整个的上半身 背部的膀胱经 督脉 还有手臂的所有的经脉 全部得到了沉拉 太舒服了 那接下来带着大家来体会 第七个动作 全拳 怒目 增气力 这不就是使点劲吗 对 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 充分地发泄的一个动作 不光是充拳 还能够怎么样 还要怒目 因为我们说 这个发泄的这种功能 肝主人的疏泄 起调达而勿抑郁 就是肝很喜欢你做一些 这种充拳 舒展的这些动作 既能撑到我们的筋 而且也能顺迎肝 鼠目的这种生发之性 因为在做这个 传旋怒目增气力的时候 它要求是要蹲成马步 当我们这个马步下蹲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腿部 腿内侧是足三阴经 肾经 脾经和肝经 外侧还有前面 以及这个侧面呢 是我们的胃经 胆经 还有这个膀胱经的位置 那么腿的前面呢是胃经 侧面呢是胆经 后面呢是膀胱经 那么我们在两腿下蹲 蹲成马步的时候 其实对三阴经和三阳经 都得到了一个锻炼 都得到了一个拉伸 那么我们说肝主筋 那么腿部的这个筋的这种健康 肌肉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通过这种马步的练习 加上冲拳的练习 就能很好的发挥到肝主筋 肝主疏泻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进而呢提升我们到肝的正气 以及五脏的正气 这个动作我得让小林来感受 和体会一下 小林太需要发泄一下了 天天辅导作业 活已经都拱起来了 可以把神兽想象在前面 我先把手部的动作 快速出拳 怒目 大家看我 是吧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这个手形 那这手形呢 两位都知道 是大拇指先握进去 然后再把其他四个指头握进去 这个叫做握固 大指压回来 抵在哪呢 抵在我们无名指的这个指根 这儿有一个 你细细地按的话 这儿会有一条小筋 有一条筋 按之的话呢 有一点酸麻 我一按这根筋 我那个无名指就开始抽 发麻的感觉嘛 然后把其他的四个指头 再用力地握回来 所以古人说 这个拘魂门至破户 此名握固 就是这个动作呢 别看简单 它是把我们的魂魄 把我们的精神 都收回的一种方法 几个月到一两岁的小孩 他睡觉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手形 然后把这大拇指放里面 其他四个指头 放在外面 然后放头的两侧 然后睡得很香很香 然后他为什么 用这样的一个手形呢 中医的这个角度 去理解的话 因为小孩啊 魂魄未定 他很容易受到惊吓 他很容易害怕 用这种方法呢 能够帮助这个小孩 他的精神呢 更加地内敛 更加不容易受到 外界的影响 也是这个小孩的 一种自我保护 这个手法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拇指 抵在无名指的指根 然后呢 握起来 握起来的以后 你的注意力 是在这个手上 然后在身上的 就不是那么容易去外面 还真的是 我感觉到就是 注意力是集中在 两个大拇指上的 对 但是还要出拳呀 对 就是还要打出去 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 就是还要打出去 这打出去很重要 这小林 这个真的是要打人了 这个也是不对的 然后像你这样做 也是不对的 一点也不打人 也不对 这样不是伸就去了吗 还得怎么样 你怎么做呢 就是你看你在伸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阻力 你不要打我 你顶住 对 你推 我挺 我理解了 是整个的上臂和手 都要有点劲儿 自己跟自己交劲儿 要有一个矛盾 然后你往回收 往回收的时候 往回收的时候 也有阻力 带着劲儿 带着劲儿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练起来说 这个动作的感觉 连绵不断呢 就是它的这个 内在的这个劲儿 它一直是在里面的 所以你看的时候 虽然动作很慢 但是你觉得 很有意思 它不是一个胳膊腿 就是这么动一下 动一下的这种感觉 你体会一下小莲 真的不一样 虽然现场 戴老师没抓着 我的手往处拉 但是我感觉 想象有一个阻力 确实 你没发现吗 只要你想象 有一个阻力的话 你的动作就会放慢 而且会很流畅 不是会图速度 就是一个爆发力 那是错的 这个动作我一直觉得 应该是 对吧 在健身房里头 搏击操啊什么的 都打得特别多 我觉得应该是 做得最好的 但是今天 戴博士说完之后 完全不一样 方向错了 就是以前追求的是 对吧 速度 这个爆发力 但其实今天提到的是 要慢 而且整个过程 要有阻力 另外就是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手指 这个地方握住之后 整个注意力 立刻就集中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 这是我们东方人的哲学 对吧 相对来说 更含蓄 然后力量 是一点一点 在积攒的 这样一个过程 太使劲了 这好像力太猛 然后我那种的 就是吸汤寡水的 也不行 它就根本没有 把那个注意力 和整个的这个力量 运行到手臂上 对 没有结合起来 但是刚刚您说完之后 我就带着劲 再去做的时候 就会发现 无形当中 好像就像手臂 被过了气一样 如果只这样 这是胳膊 如果是这样做 那它就影响到 你的血泪 影响到肝脏了 王毅刚才 瞪眼已经 瞪得很到位了 咱们把这个 纠正之后的动作 给它连贯起来 完整的 请戴老师 给我们做一遍 传全诺目增气力 好 手缓缓地下落 左脚开步 开成马步 两手握固 收于腰间 左拳冲出 开 画弧 握固 收回 找有阻力的感觉 右拳冲出 打开 画弧 拉回来 然后体会这个动作 对我们 两侧的斜肋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怒目 对 你看我这怒目 怒目的到位 怒目 画弧 收回 起 左脚收回 我眼睛都快 瞪出眼泪了 干气声发上来了 好 那接下来 咱们来学习 这个八段锦当中的 最后一个动作 叫背后七颠 摆并消 我觉得这个动作 真的是最让我不可思议 因为动作看似 特别的简单 就是点点脚 这样 但是它的作用 却是摆并消 这个动作 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背后七颠摆并消 它是我们八段锦当中的 最后一个动作 它有一个 收工的一种作用 古人有一句话说 只练 就是只重不收 等于白丢 就是你春天 然后这个播种 夏天浇水 到秋天 这果子熟了 你不去收它 那你不就是 什么都没有吗 等于白忙活 那这个收工的这个动作 也是这样的 就是经过了 我们刚才的练习 练了肝 练了肾 练了心 练了脾胃 练了肺脏 所以我们需要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把这个身体啊 状态啊 调整的平衡 那么阴阳平衡 就是说行与神聚 行与神聚 中期天年 度百岁乃去 就是它才能达到一种 这种健康 长寿的一种状态 也是才能够达到一种 我们正气 尽可能的不耗损 或者少耗损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当您头往上领 然后呢 这个向上的力量 一直把脚跟也领起来 脚尖向下踩 身体呢 上下 也是上下的一个拉伸 那么这个上下的拉伸 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人体的经络 大部分都是呢 这个竖向的 就是上下的走形 那把这个经络呢 都一条一条地 都拉直 都打开 然后呢 再加上一种 这种轻轻的 一种震动 就好像 你弹弹琴 弹鼓针的时候 它那个琴弦 必须得打直 然后呢 还得绷上劲 然后你一弹 然后这个声音 就特别好听 特别美妙 那么我们人体的经络 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就很随随便便的 就是坐在那儿 或者是躺在那儿 那你包括做按摩也好 做动作也好 都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当你把身体 绷直了以后 绷紧了以后 你稍微动一点点的地方 就这样 稍微轻轻的一阵 它实际上影响的是 我们全身的经络 全身的气血 加上呢 这个动作 也有收工 然后把我们的气血 这个调整到一个 比较平衡的一种状态 也有这个作用 我相信这个动作 我做的应该是挺标准的了 要不然您看看 得近距离的来看一下 我认真做 您两脚并上吧 好 好好做 认真做 开始了 推我干嘛 可以啊 这琴弦绷得挺紧的 当然了 这多认真啊 你看 怎么样 到位吧 小莲 跟你做的一样吗 一样 王毅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王毅 我跟你做的一样吗 一样一样一样 就没看出点门道来 震得我脑人都快散了 真的挺卖力气的做 对 你做的挺卖力气的 但有的时候太卖力气了 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现在脑子有点迷糊 您看啊 第一个要领 您做的非常好 就是说 这种全身绷直的 绷紧的这种状态 到位了 就是经络拉伸了 这个琴弦 只要一弹 那就会弹出 美妙的音乐 卖在身体里面 那么第二个要领呢 没有做的特别的标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动作 它虽然要震动 但是呢 是要轻轻地震动 那怎么让它轻轻地震呢 就是先提 第一步是提 第二步呢 是落 落一半 然后落到我们的脚跟 已经快接近地面了 然后再震脚 轻震地面 因为我们说人的脚跟 很多人有这个足根痛啊 什么的 去看中医都说 哎呀 这个有点肾虚 跟肾有关系 因为脚跟是属于肾的 那么肾 在我们刚才 讲的内容里边 也讲到 它是一个疯藏之脏 你给它轻轻地一震 就这个水波荡漾 然后肾水 就开始蒸腾啊 开始发挥作用 但如果是花你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力量 给它震动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 很美妙的一种感觉 就海啸了 就惊涛海浪了 以后练习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就是 分成提 落 震 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练习 确实比之前轻柔多了感觉 对 小林你的感觉呢 我之前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一节八段集里面 最重要就是使劲得蹲一下 这才能起到效果 所以每次都觉得说 恨不得使所有的劲 都蹲在这个脚跟上 你今天发现还得控制一下 反而得轻轻地 以前觉得效果要好 那就得使劲啊 但是如果平衔绷紧了 你那么使劲 那就断了 轻轻地荡起来 荡完之后是什么感觉啊 和谐吗 美妙吗 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来一个 这个协奏曲 室内乐 就整个运动做完之后 有点像那个 平时做力量训练的那种放松 让整个身体就 变得慢慢地舒服起来 整个放松下来了 好 那我们让戴老师呢 带领大家来完整地做一遍 背后七颠摆并销 摆会上顶收下吧 向上顶 然后将 后将上身 然后臀部 然后小腿 然后小腿 脚跟 尽量提起 提起以后控制住略停 落一半 轻轻震脚 好 再来一次 提 落 震 好 再来 再来 提 落 震脚 然后两臂呢 从体侧摆起 向前环抱 跌于腹前 这个时候就是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收拾 跌于腹前也是让腹部呢 就是也是我们元气呀 还有我们这个气海啊 肾中的气所藏的这个位置 把练出来的这个正气呢 都储存起来 体会呼吸 体会放松 然后还原 好 那其实这两天呢 咱们是通过一些分解的动作 帮着大家呢 不光是温馨了一遍八段紧 关键呢 就是把八段紧啊 在席练的过程当中 以前我们常犯的错误 和没有抓住的一些要点呢 给它加深了 强化了 是 非常感谢戴老师 谢谢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